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2020年底NVIDIA推出了新一代卡王RTX4190 翻倍的性能以及優異的能耗 為8KU玩帶來的可能性 假如說對面A加的790XTX,性能還沒跟上 讓NVIDIA在高階卡市場上基本上是躺贏了一年 躺到起來都會自視性平行的那種程度 那因為如此,2023年我們甚至連50系的影子都沒看到 而到今年年初,雖然現階段依舊沒有5系卡的消息 但是NVIDIA還是在CES上發佈了40系卡的Super系列 今天我們就來測試看看 這張RTX4190Super的表現如何 就能不能說話就說再開始 那要先來聊規格 這次40系卡總共推出三張Super版本 分別是4070Super、4070Ti Super以及4080Super 目標就是將原本的4070和4080系列做更新 而NVIDIA也是繼20系之後 又再次推出Super後座的顯卡 那對於消費者來說,又是Tie又是Super 難免會讓人有些補剎傻嘛 不過他們的定位其實不複雜 不管是40系的Tie還是Super 都是基於40系衍生出來的 他們都是採用相同的AWLX架構 以及台積電的4N製程生產 只是Tie通常是穿插在兩個不同型號之間 可以擁有填補性能空缺的產品 舉例像4070Ti 就是定位在4070和4080之間的顯示卡 可以填補兩者間的缺口 性能比4070強 但售價也不會像4080那麼高 而Super系列更像是同型號顯卡的迭代 比如2070Super推出,是為了代替更新原本的2070這樣子 性能更強然後售價持平499美元 所以我們來看規格表就很好理解了 這次不管是4070Super還是4080Super 他們的售價都是持平4070和4080 甚至4080Super還降價了 然後在相同架構及製程下,升級了核心規格 而4070Ti Super也是一樣 雖然名字真的是很齊心種 第一次看到Tie加Super的Buff組合 但總體也還是一個加量不下定價的策略 那我們來看這次4070Super的核心規格到底有什麼差異 它跟4070一樣都是採用AD104晶片 只是它的CUDA數頻比也更少 總共有7168個 比起4070高出21.7% 即便VRAM和頻率都沒什麼改動 但光靠這個20%的CUDA數量提升 就足夠帶來明顯的性能增長 但這個核心規格也是比較接近4070Ti了 大概只剩7%的差距 那比較可惜的是雖然4070Super的核心規格 已經相當接近4070Ti 但編碼器的部分還是維持單顆 沒有升級到雙編碼器 看來NVIDIA對產品定位還是切得很死 如果你想要雙編碼器 就得乖乖上70Ti上的系列 那價格的部分 4070Super跟4070一樣都是599美元 加量不加價的策略 那還是老話一句 實際的價格也到時候通路販售為主 畢竟4070從開賣到現在 價格已經出現一定的下降 到時候4070Super推出 兩者已經一定是會有價差的 總不可能還跟你不要有一樣的價格 那剩下的4070是要怎麼賣嘛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等到到時候通路價格見真章 然後功耗部分4070Super的核心更加完整 所以顯卡功耗是略高20W 來到220W 那建議的電源瓦數也650W 結果我們來看顯卡本體 這是我借測到的RTX4070Super 型號是MSI的GeForce RTX 4070 Super 12G Gaming X Slim White 外包中走的是簡約白色系的設計 打開衛盒後 首先會看到附贈的12VIPO轉接線 以及金屬材質的顯示卡之增加 接著就是顯示卡本體 不得不說我已經在顯卡設計上 真的是很有自家的一套風格 整體白色系搭配對角的銀白鎧甲 這個顏值我覺得很好看喔 顯卡本體是從第三代的TriForce 3的系統 上面搭配的是第五代的Torx Fan 上夜美三片是相互連接的 接著來增強穩定性 那顯卡上下兩側有龍爪造型的爪痕 要說它是白鎮龍也可以 那說個題外話喔 既然螳螂卡都復刻了 那紅龍應該也可以找個時間重回江湖了吧 那看到顯卡的背面 它要採用大面積的銀白色強化背板做覆蓋 這也是做的很好看 在光線的照耀下,視覺上頗具金屬質感 然後尾部這邊是散熱開孔 可以讓前方風扇風流通過 接著看到顯卡的側面 左側有個MSI龍的LOGO 通電會有RGB燈效 唯一比較可惜的是龍爪沒帶燈喔 不然這個信仰則會更高 那從側面來看 大家可以觀察到GamingX Slim走失雙槽的厚度 這也是Slim的後座由來 40系卡當初因為NVIDIA給的預估光耗偏高 導致第一批出場的顯卡 散熱器都厚的跟磚塊一樣 直到發布後 才發現原來40系卡根本就沒那麼耗電 所以Slim也是後來經過調整而來的 雙槽的厚度 可以最大化保留主機板上 其他PCI槽的擴充性而不會去擋道 此外這張卡的越界是控制得不錯 實測在2公分以內 對於機殼的相容性不太需要擔心 供電口的部分走的是12GB接口 顯示輸出部分則是3個DP及1個HDMI 2.1 最大支援4個螢幕同時輸出 但雖然這張卡叫做Slim 但壓縮過後的體積 並沒有去削減它的散熱性能 實測Firmark燒機 顯卡控告在240W 溫度控制在65度 基本上是很涼快的表現了 而在Timespy的壓力測試中 這張470 Super也99.8%的成績通過 溫度也是控制在65度內 散熱表現優秀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進行性能實測 車的評导力在這邊 首先來看理論跑分的部分 在DX11環境的5-Strike Extreme裡面 470 Super獲得25196的圖形分 對比470高出了18.4% 距離470它也約6.5% 算是蠻接近的 那再來是DX12環境的Timespy 470 Super獲得209817的圖形分 相比470強上17% 距離470太約8% 基本上都跟CUDA的數量比例差不多 此外因為RT Core以及Tensor Core都有增加 所以470 Super在光追擊第二次上的表現 也都有一定幅度的強化 接著我們跑來遊戲測試 解析度有同一設定在4K 2K對於470是有些輕鬆了 我們就直接上4K來看它的極限 首先是前陣大改的CS2 畫質調高的設定下 470 Super可以跑出平均200FPS的表現 功耗部分還沒吃滿 並且比470高出近30幀左右 性能提升是蠻明顯的 接著看地平線5 畫質開到極致 470 Super跑出平均103幀的表現 比470高出11幀 但12GB的VRAM目前看起來都還算充裕 佔用在10GB以內 接著是對顯卡性能要求比較高的2077 光是會開到極致並且不開DX的情況下 這裡兩張卡都是跑不到30FPS的 畫面也明顯卡頓 基本上是玩不太起來 但是當我們開啟DX3 並且開啟增升層之後 470的平均幀一舉拉高到716FPS 阻止有3倍多的提升 從橫卡變到很順 每次看DX3都覺得很黑科技 這也是40系卡的優勢 你能以少量的畫質犧牲 但是患得翻倍的幀率提升 做我們來跑一下天氣嫌惡 畫質開中 都市人口約在15關的規模 470 Super能維持3幀上下 正常遊玩會再高一點 而470則是在25幀附近 整體遊戲測試下來 470 Super的性能對比470 約高出了20%左右 總結來說 這次RTX470 Super 跟原先470系卡一樣 採用相同的架構及製程 所以像DX3、光纖追蹤等等的性能 都被延續了下來 但在保持與RTX470相同的美元定價下 470 Super的綜合性能強上約20% 整體接近470Ti 搭配12GB的VRAM能夠唱完絕大部分的10K大作 一或是搭配2K高刷螢幕 性能也搓搓有餘 主個可能14代的i5處理器 就是一台性能很不錯的遊戲電腦 那在影音領域上 雖然沒有升級雙編碼器比較可惜 但是第8代MVNC本身的性能就不錯 只有單顆還是能應付絕大部分的生產力需求 雙編碼器也是需要軟體支援才能用到 那至於4070 Super值不值得入手 首先雖然在定價上加上不加價沒錯 但我們回歸理性 要考量的是當初4070推出的時候 那時候普遍來說大家會覺得偏貴嘛 異或是說核心卡都有點多了 性能還是不錯 但對比4090的性價比來說就差點意思 是後來價格降到2萬內才好那麼一些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4070 Super的定價 對我來說就比較像是相對合理 或許當年4070 就該以這個規格去走 只能說可能還是NV沒遇到對手 對面的A加還要再加把勁 真的是讓NVIDIA躺了一年 但總之顯卡的價格還是會隨著時間往下走的 這次的Super的推出 也算是為40系卡更新一輪 那也是建議大家關注到時候的通路售價 如果跟當初4070的首發價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我RTX4070有出片跳水的話 肯定也是可以選擇的 一波是4070它有下來降到2萬以內的 香氣也是有飄出一些 總之只要價格有到 就沒有什麼零件是不能買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另外在下面的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